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開始見到她時 就覺得這個阿嫂應該會很兇 然後應該 脾氣應該會很暴躁 我認識了她之後 覺得她 她訓人很好玩 然後她不像其他老師一樣 只是會只講上課內容 我覺得她上課比較生動 例如你讀書 她給我比喻做 刷怪升級 然後測驗就大快獸 大家好 我是鏡平學校的法學老師 梁振華老師 大家可以叫我樹根 原因是有一齣戲 她叫做方樹根 那齣戲說那個人 那個性格就比較硬朗 互執 即是要做到那件事 她一定要做到 我想比起傳統的教學 我會用更多 包括趣味的實驗 或者一些魔術 甚至乎生活裡面的一些化學知識 轉化出來 給學生見到 然後再講一些化學原理 學生就會更有興趣去聽 我覺得她跟其他老師最大不同的就是 會畫一些比較生動的例子 貼近這個生活 月圓 丁圓 丁圓 無圓 是嗎 是的 一說到丁圓 在你生活裡面又有了 你去去去超級市場就買到了 打火鍋的那些 gas 可以嗎 她可以跟我們學生打成一片 即是不會有太大的隔閡 就是那句 只要你認真教 學生是會知道 你是真的認真 全心全意 是教授一些東西給你 學生只不然就會認真去上你的課 聽你說書 至於落堂當然就是 好像朋友一樣玩 沒什麼所謂 只不然就可以比較容易地跟學生打成一片 經常看 簡 dipped一片 待20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